台股 亚洲股市走低 全國投資朋友 哈囉全國的投資朋友 大家好 在今天台股很明顯的 跟隨整個亞洲股市走低 因為越逼近中美貿易的一個 談判時間點 市場的氣氛看起來就比較保守 最近中場下跌了190點 當然第一個我相信投證的 心中每次看到台股一大跌最害怕 哇是不是要崩盤了 這個盤還可不可以做 我相信是投證心中最大的一個問題 我站在一個產業的一個角度 跟一個比較中長期的看法 其實如果這一波的下跌 是來自於中美貿易 那從去年看到現在 因為中美貿易不是今天才告訴你 哇他們要加關稅 不是今天這幾天才開打 從去年7月一路打 打到今年已經快一年了 中間的一些談判過程 太擁長了 我們不贅述 就單看台股好了 多工的一些震盪循環 洗刷整理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過刻意放大 因為畢竟已知的利空我們常講 呃 衝擊面 我覺得 或多或少都已經有先初步反應完 好 那最終當然我覺得 找出強勢機優的個股 你還是可以審慎樂觀的在這個地方做操作 當然今天普遍來講 多數的持股一定都休息啦 我覺得今天上場加速太少 好 但其實我們也不 不是那麼的悲觀跟恐慌 因為第一個網絡我們的持股也成本很低 你說今天盤中還有一度創高 來要597耶 但是真的11點過後 整個市場賣壓出現 紅翻黑 但是五日線也還沒破 好 那今天跌比較深的這一檔滑電網 我當時有送資料給大家 不過距離我送資料給大家 甚至我們布局的成本 其實手上都是還有賺錢的 你說哇今天打到點庭還能賺 沒有錯 那今天這樣殺下來 我說受大盤的影響這絕對會有 只是說不用在這個地方太悲觀 新唐也是 你說今天要出現指紋 當然比較難 天譽也是幾乎回到前一波的平台整理區了 其實這些個股我都認為有一些已經超跌了 超跌那就有機會止跌反彈 好 那關鍵我覺得還是在於一家公司的營收 跟未來的展望 你要一併做觀察 今天幾檔比較指標性抗跌的個股 我舉一檔為例子 帶投資人去看 做電池的性能高 代號6558的性能高 那這家公司我們在去年其實已經操作過一段 那我們會談到這家公司的原因再來是說 它做的這種小型的電池 在藍牙耳機的一個市場上有一定的 競爭性跟市占率 所以公司的營運的狀況是非常的好 就在昨天公布出來的四月的營收 它是創下歷史次高的成績 這數字是非常的好 尤其這個拉貨的動能是足跡是看好的 因為藍牙耳機從蘋果的AirPods搭最耳熟能詳 其實中國的一些品牌到國際的一些品牌廠 都陸續在推出這個真無線藍牙耳機 所以以整個產業趨勢甚至新能高 在過去的一個看法上也表示 其實目前的街檔都是相對的明朗 你看今天它也能漲4% 今天台股跌成這樣 我說能不跌在平盤整理已經很厲害 能夠大漲漲4% 那你去想如果今天的盤是好一點的話 這個就是要被受壓抑 因為公布出來營收很好 我覺得今天如果是OK的話 它衝上去甚至供漲停都有機會 這就是被低估 因為其實它這一波修正到這個位置 已經來到大概55元的一個景限關卡 KD指標在低檔做黃金交叉 而且最近外資開始站在買房 那已經先經過一季的整理 因為前一季它也沒表現到 那你覺得後面它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 因為這種業績成長的個股 你不用太過去擔憂它 你要擔憂的是 業績不好 然後股價破底的 我舉幾檔個股 電動車的核打 哇有沒有看到這K線嚇死人 像跳水一樣 時間拉長來看一路破底 因為第一期獲利很差 展望也不是很樂觀 康普 從107今年高點 這一波也是 砰砰砰破底 為什麼第一季幾乎算損一兩瓶 沒什麼賺錢 股價就會大幅度的修正 我想這種就要避開 國具也是 獲利營收都不好 展望更保守 所以你去對照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已經指紋轉強的 那甚至更不用講 我們之前分享給大家的網絡 這個45度角往上走 強弱股差異很大 拉回來該買什麼股票 如果你不知道 跟著我來做 我們這次母親節的專案 我說CP值非常的高 買三個月送一個月 買半年再加送一個月 買一年再加送兩個月 我希望在這一波 個股的操作 投資人可以緊跟著我們 那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報導 我們免費諮詢專線 080061588 就是投資人 操作順利 拜拜 小明星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它用力的按下去 有什麼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 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 什麼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 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 鈴鐺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 收看到最即時的資訊跟影片 是的